這個星期,我們要留意美國那邊 星期二就是鮑威爾會在眾議院的聽證會有一些言論 其實除了聯儲局的言論之外 港股除了受美股影響之外 內地因素我們都很受影響 KK,你覺得這個星期有什麼要留意? 你又如何預示恆指這個星期的走勢? 其實這個星期要留意兩件事 上個星期,你見內地公佈的經濟數據 出道是比預期中弱 你再加上美國有機會加息 美元就強了 美元強了人民幣就真的弱了 你見到走勢如果是弱的話 究竟短線之間,藍水會不會持續流出 這個要關注 而另一個A股 其實A股跟美股都很類似的 近來都是原頂下來 亦去上證指數 一些我們叫做之前的突破位置 現在變之遲 究竟這些位置是否真的可以守得住呢? 還有個別的一些 我們叫做白馬股 就是A股白馬股 白馬股的意思是一些大型的藍籌股份 可能他們業績之前都可以的 究竟短線的資金如何流入或者流出呢? 類似是一些白酒股的類型 因為你見到近來 譬如茅台 甚至乎是五兩極意的股份 之前一直都是藍水中意的 藍水中意 但你現在又沒有機會流出 究竟這一轉 會不會在中期業績 快接近的時候 這些資金會怎樣流出呢? 當然要留意盈利的預告 大部分都有盈起 見到上個星期的那些 因為你的基數低 但這個是不是可以引導資金 會留意股份呢? 如果快了盈起 反而先高後低的話 大家要留意了 可能投資者或者大戶 會選擇這段時間會出貨 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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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